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yoshi 大家好 我是Taka 這是一個接收這本職棒為主的頻道 希望你們會喜歡 每次在國際賽時的選人都會出現所謂的遺珠 而今天的主角是從09年的第二屆經典賽開始 幾乎是每一屆的大型國際賽事 都會出現在那份遺珠名單內的選手 一直到2019年 才以正宗第二年長的35歲年紀 入選了世界12強賽的最終28人名單 雖然他不論在C5或是樂天的陣中 都有個注目程度比他還來得高的選手 不過他還是靠著一顆招牌的大需求 和連連穩定的表現投出了他的價值 在強度不斷增加的現代棒球環境中 還能維持一貫穩定的成績真的是相當不容易 好的 我們進今天的主題 暗笑之 日文名 Kishi Takayuki 1984年於宮城縣先台式出生 180公分77公斤 是一名右投右打的選手 首位位置是投手 15年職棒生涯累積326場出賽 其中321場是先發 有著41次的玩頭 其中有18次的玩風 在現役選手中排名第四 一共拿下141勝、94敗 1878K 防禦率是3.06 拿過一次的防禦綠王和一次勝綠王 一次的金手套獎和四次的月間MVP 是08年西武日本一的成員 並拿下系列賽MVP 要講到暗笑之的棒球啟蒙 就得先提到他的父親暗笑意先生 他是日本社會人球隊 77銀行硬是野球部的初代監督 在這樣的環境下 Kishi也在小學三年級時 就加入了社區的少幫隊打球 在有著父親的指導下 Kishi也開始展現出他的棒球天分 一直到了高中 原先他也有考慮過到棒球名校就讀 不過最終他選擇了離家最近 而且野球部是不需要替平頭的徐北高校就讀 他在成為職棒選手後受訪時有說過 還好他當初有再三確認野球部是不需要替平頭的 不然他很有可能在高中時期就不會打棒球了 剛進到高一的Kishi 因為身材的關係沒有馬上成為王牌投手 根據當時工程縣大會的球員登錄名單 那時的Kishi身高170公分 體重只有51公斤 基本上就是人稱竹竿的體型 一直到他高二才成為了球隊的王牌 並且從這時開始 按笑之的名字也開始在工程縣的棒球圈內傳開 到了高三,工程縣地區大會的一回站上 Kishi對多賀成高投出了一場五局提前結束的無安打比賽 當時東北學員大學野球部的監督堅井德雄 因為來幫他兒子加油而到場關賽 偶然看到了按笑之的投球後覺得驚為天人 他也馬上的在賽後向曲北高校的監督 提出了想要延攬他加入東北學員大學的想法 儘管曲北高校在現大會的二回站就敗下陣來 沒有家族人出賽經驗的Kishi 還是有多達斯多索的大學想要爭取他的入隊 最終東北學員大學因為有著低緣的優勢 加上不收學費的條件下 成功獲得了按笑之的加入 也間接開啟了他的職棒路 這邊說一下 Kishi的大學棒球路看似很順利 但其實他在第一次到東北學院大學 參加水隊訓練後是想要放棄棒球的 最後是在高中監督的鼓勵下才振作起來 隨後Kishi很快的在大一就進到了先發輪職 並在大二就曾對先台六大學聯盟的王者東北福祉大學投出四安打的玩豐盛 在大四的春季聯賽各自兩度創下單場19K的紀錄 隨著用連續三場的登板出賽 阻止了東北福祉大學在聯賽的35連霸紀錄 他在那年瘋狂拿下了聯賽的三陣王和MVP的頭銜 並入選了日美野球選手權大會和世界大學棒球錦標賽的代表隊名單 兩個大會上都是日本隊正宗的王牌投手 配著大學生No.1誘丸的名號 Kishi也在那年投入了職棒的選秀會 因為當時還有著奇特的希望指名制度 在選秀會前 習武、樂天兩隊都非常希望能夠得到Kishi的加盟 後來因為得不到大陵縣市的巨人 也轉頭向Kishi招手期待他的加入 最終Kishi選擇加入了他最尊敬的前輩西口文也所待的奇遇西武師隊 當時的簽約金是1億日元年薪1500萬日元 同年的選秀會還有田中將大、長野九億、角中聖野和前尾拓野等人 歡迎點右上角資訊卡收看介紹 所年進到職棒的Kishi馬上就在開季 進到先發輪值成為球隊的第五號先發 初等版對上火腿就投出7局4安打10兩分的好投 第二場登板更是投了8.2局4兩分拿下生涯首勝 整年攪出11勝7敗防御率3.40的成績 整技出賽只有3場是投不滿5局的先發 以新人年來說可以說是超完美的球技 在隊上各項先發數據也只略地獄王牌擁緊袖章 Kishi的加入可以說是讓西武在後松井時代 還能維持在A段班的主要原因之一 Kishi的精彩表現還那年的樂天超級高足新人 田中降大有著激烈的新人王爭奪戰 兩人都是一樣11勝7敗 Kishi的防御率略勝一籌 不過田中以18歲的年紀就送出196K實在驚人 這也讓他奪下了新人王的寶座 而Kishi則獲得了特別表彰的優秀新人賞 更年2008年球季 Kishi在首場登板先發就投出一場玩豐盛 隨後在球隊的先發輪值順位越來越往前 在8月他以用3勝0敗防御率1.32的表現 拿下個人手作的越界MVP 到了季末他共拿下12勝一舉成為對上的聖頭王 在0754拿下了睽違5年的聯盟優勝 不過他在季賽的好表現沒能延續到季末的高潮系列賽 在季賽Kishi對上火腿6場先發 還原率僅2.68 不過卻在CS上接連遭到深本希澤和金子成的狙擊 4局的投球就失掉了5分也屯下敗頭 生涯首次的季後賽先發就失利 難免會讓人擔心Kishi會不會就此受到打擊 好在C5在熬戰了5場後 還是擊敗日本火腿前進日本一 Kishi也在系列賽的第四戰再次等板先發 他完全沒有受到上一次出賽的影響 面對巨人隊在前一天打下6分的打線 Kishi玩瘋了9局只被打出4隻安打 同時還在每一局都送出3陣一共投了10K 據說他在賽前還緊張到真的吐了 可是這樣的表現看起來完全不像啊 到了第六戰戰 戰績2比3落後的C5 頂著蘇不得的壓力在4局下半再度把Kishi推上火線 結果只休息了2天的Kishi在接替了反組合信後 投出了5.2局50分還帶有6K的內容 沒有讓巨人隊再得到任何1分 硬是將戰線帶進了第七戰 隨後C5在靠著投手車輪戰 在第七戰以3比2 在東京巨蛋擊敗了巨人隊拿下了日本一 Kishi中二日的登板也讓他拿下了系列賽的MVP 2009年初 Kishi入選了第二屆經典賽代表隊第一波的35人候選名單 但在最後的28任名單中成為了遺珠 不過在職棒賽季上 他在首場出賽就投出8局50分的超有值先發 並在之後創下了開季6連勝 同時也是他個人跨季的12連勝 他很快就在明星賽前就拿下10勝1敗的成績 這也讓他首度入選了明星賽 不過在明星賽後的比賽 Kishi就被加入了問天群組 最終是留下13勝5敗、防衛率3.26的成績 而C5在羊將Blazeru離隊後 火力受到不強的影響 雖然還是保有5成的勝率 但也從前一年的羊連冠軍滑入自閉斷斑 球季結束後投出好成績的Kishi 也獲得了大幅加薪 年薪來到了1億2000萬日圓 2010年球季 Kishi的開季第一場比賽只投了3局就失掉5分的自責分 和他過去幾年的首場比賽有不小的落差 不過他也在後面拿了一波7連勝 每場也都有平均投到7局以上 一直到6月底的最後一場先發 那場Kishi投了5局 被打9隻安打失掉了6分 賽後才發現他肩膀發炎的傷勢已經太嚴重了 最捨得是他本人說 從看木戰那天肩膀就有些違和感了 不是 你這樣投到快7月還拿了9勝 是鬼吧 隨後Kishi在休息了將近3個月後才回到一軍 並在球隊的最後一場比賽先發拿下第10勝 達成進職棒以來連續4年都是10勝級的投手 後面的高潮系列賽Kishi也在首輪的第二戰 投出一場7局13分的優質先發 不過C5最終還是不敵羅德無冤晉級 也成就了羅德驚奇的大逆襲下課上奪的日本一 2011年球季 Kishi受到去年肩膀傷勢的影響 直到5月中才回到一軍陣容 他在這季的投球雖然吃局數能力依舊表現亮眼 但穩定度和前面幾年相比有不少的差異 這也讓他整季只拿下了8勝 中斷了連4年的10勝以上 後面的2012和13兩年球季 Kishi完全找回手感 分別之下187.2和178.1局的投球 防禦率是2.45和3.08 其中12年的防禦率位居陽年第八 卻吞下全聯盟最多的12敗 再次被拉進了問天群組 然後C5在這兩年連續在CS被三位下課上 隨後渡邊九星監督因此請辭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不過在球季結束後 球團也相當肯定Kishi的貢獻 在他即將要成為自由球員的前一年 和他欠下一張3年總額12億日元的付出年合約 當時他也在記者會上曾說出 前面是在說他對其他球團對他的評價也是很感興趣 不過重點是最後一句的 意思是可以的話他想永遠留下來 這被媒體解讀是聖牙C5的宣言 結果後來成為C5激烈酸民攻擊的點 2014年球季 Kishi連續兩年擔任C5的開幕戰投手 而且開季後連續6場出賽都是7局以上的優質先發 其中5月2號的比賽還只用了117球 就投出一場83陣1保送的準完全比賽 他也成為了日子史上第78位投出無安打比賽的選手 同時他也在這年的明星賽 刷新了自己的最快球速紀錄來到150公里 並且拿下了明星賽的感鬥選手賞 不過他也再次因為右肩膀的傷勢 一度被下放到二軍休養 回到一軍後再度拿了4勝 追憑自己最多的13勝紀錄 並以7×65的勝率成為該年度的勝率王 是不是有點意外 暗孝之這麼有名的投手 竟然是在職棒第8年才拿到第一座個人獎項呢? 15年球季 Kishi在祭出受到一些傷勢影響叫往歸隊 整年只拿下了5勝6敗 不過也投出全聯盟最多的5場玩頭 環境率是3.08 一樣是很穩定的優質表現 這也讓他入選了第一屆12強賽的第一波大名單 不過卻還是在最終名單中再度成為遺珠 16年球季 Kishi先後達成個人生涯的百勝和通川1500局的投球 球季結束後和習武走完三年的合約 這次他選擇提出行使海外FA的資格 為的就是想知道其他球隊對他的評價是怎麼樣 習武雖然也不斷表示要將Kishi留下來 當然開出的價碼卻只有4年11日圓 反觀樂隊這邊開出兩倍的4年21日圓 展現出十足的誠意 要將這位有著地緣關係的低調王牌納入正中 Kishi也在加盟的記者會上表示 其實在2011年的311風災之後 他就有一直想要為家鄉做些什麼 他也不想要到了年紀大了 球季退化了沒有人要之後 才回到家鄉為球隊貢獻 所以選擇加盟樂天 他也認為如果沒有為樂天拿下日本一的話 那他的FA加盟就沒有意義了 2017年球季 FA回到家鄉的Kishi 本來被球隊安排成為開幕戰的先發 不過卻在開幕戰前感染到流感 直到4月中才歸隊 歸隊後的Kishi也展現出以往在C5時期的壓制力 在7月底就已經拿下了8勝 不過後面的12場先發 打線超級不幫忙 這12場比賽中Kishi的援護率只有2.27分 使得他在球季後段是1勝難球 還吞了一波7連敗 整季留下8勝的失敗 反映率2.76的成績 在首輪的高潮系列賽也貢獻了1勝 不過很可惜的在第二輪中就不敵軟贏 2018年球季 Kishi從開季就維持絕佳手感 他現在5月睽違4年再度拿下越界MVP 7月的明星賽以前累積了8勝1敗 反映率1.85的成績 那年的賽季前半段Kishi的表現之鬼神 毫不遜色於這兩年被稱為最強的三本遊生 可惜在球季後半受到膝蓋傷勢的困擾 防御率一路上升至2.72 還好還是有盡無險的拿下了該年的防御率王寶座 2019年球季 樂天在澤本昂大去動手術的情況下 再次向開幕戰先發的任務交給了Kishi 不過他卻只投了4.2局 就因為左大腿的傷勢緊急退場 一直到5月才歸隊 然後又在7月時因為扁桃線發言的關係 再度進到傷兵名單 整機只留下3勝5敗 防御率3.56的表現 也創下了在各項表現都是生涯最差的紀錄 雖然如此 在年底的12強賽 Kishi也終於的入選了正式的日本代表隊名單 賽會前兩場的出賽 面對台灣和澳洲 後援出賽都是50分的表現 不過在第二輪面對韓國的先發出賽 卻在4局遭到韓國一輪猛攻 讓整個比賽變成了打擊戰 送出了7次三陣 卻也被打了7隻安打 失掉6分 雖然最終日本隊還是如願拿下了冠軍 不過這也可能是他最後一次的國際賽先發 我想Kishi的心中一定還是非常不甘心吧 回到職棒的2020年賽季 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延後開季 但Kishi的身體也受到大大小小的傷勢影響 整季三度上下一軍只有11場的先發出賽 好在在季末找回了鬼神般的身手 整個10月以後拿了一波5連勝 整季是留下了7勝0敗 防御率3.21的表現 今年的2021年賽季 Kishi依舊維持著以往的穩定表現 開季就投出一場7K的玩頭玩豐盛 就像是在和樂甸的豪華先發群宣示 他還是正中最穩定的那位一樣 只可惜後面的出賽相較以往 比較常出現不到6局的投球 最終成績是角出了9勝10敗 防御3.44的成績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Kishi的投球局數 是對上僅次於田中降大的第二高 田中和Kishi在這年的表現真的都還是相當理想 不過兩人的帳面成績都不是很好看 真的是相當悲情啊 好在球團有看到Kishi在這兩年對球隊的貢獻 還是讓他維持在2.5億日元的年薪 他也期許在明年能夠拿下自己生涯的第150勝 說到日值當代最強投手或是某隊的王牌投手 暗孝之也許一直都不會是第一個出現的名字 但這款暗孝之至今的球員生涯表現 真的就如我前面提到的一樣 就是一個文字 除了1920年球季受到傷勢的影響 其他每季在對上所負擔的投球局數幾乎是非一即二 今年球季的表現也實在看不出他才剛過完37歲生日不久 不知道暗孝之能不能在接下來的球季 完成他要為球隊拿下日本一的宣言呢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